你好 欢迎收看11月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卫 现场徐正卫关心南区农产加工业还有艺文建设 在农业处长陈淑文还有文化局长吴敬毅的陪同之下 特别前往伦山苦茶油加工厂 预新农会白米工厂 玉里的艺文中心还有刺客山等地方来视察执行进度 并且给予农友权利支持 现场徐正卫特地与文化局农业处等相关的单位 前往南区勘察地方建设交通等等 第一站先是来到伦山苦茶油的加工厂 现部也将扶到苦茶油加工厂 并且提升炸油量及田间作业的技术 让产业与农民的收入再升级 将苦茶油打造为花莲的指标性农特产品 就会发霉 苦茶油又不是现在的新的东西 那难道它之前都没有研发过这个收入 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考这个部分 所以我也一直有这个怀疑 我也一直有这个觉得一定有 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 对 而为了招呼地方产业发展并且活化历史建筑空间 玉西农会也提出了玉里文化多元活动公园规划构想 预计结合办公室的空间 展览的大厅 互动交流区等等的空间 串联了历史展授以及活动广场吸引人潮 那现在会进入到这个设计规划的阶段 那到明年 在我们再看整个规划的状况来 再来启动未来的这个工程建设 接着也前往了视察玉里一文中心的工程进度 玉里一文中心在112年6月开工 将实施外观整建制造 舞台阶梯剧场式的改造 展场空间优化等工程 预计在113年完工 未来将成为南区重要一文展演基地 也提供民众休闲的不合适场域 记者包双双玉里阵采访报道